因你一般人都很害怕看牙医 你也很怕吧 尤其是对有些身心障碍者而言 往往因为坐轮椅行动不便 或是像一些有认知障碍 如自闭或失智者的配合度比较低 想要顺利看牙十分挑战 为了克服像这样的治疗困难 1988年台大首创 以门诊镇静的方式为他们治疗 1995年政府推动计划逐步扩展 目前在全台湾都设有特殊需求的牙科门诊 而对于一些比较不方便出门的病人 现在也有牙医到宅服务 但这些患者很多都是长期卧床 免疫力不好 甚至有吞咽困难 治疗风险比较高 很少牙医师愿意投入特殊需求这个领域 因你尤其是原本牙医就少了花莲 一直以来只有一位本身也是身障者的医师 愿意排开自己繁忙的门诊工作 走进病人家中为他们看牙 希望有特殊需求的患者也能被妥善照顾到 独立特派员记者张晓莹 周明文带我们到花莲 看看当地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要躺下来了 这边有 这边有 儿童牙科其实一直都有在用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文献 那就是我们让病人包覆束缚板以后 它在经由束缚板的包覆 有点像我们紧紧抱住你一样 有一个生压绝 然后有帮它稳定心率的功能 啊 好了 啊 好了啦 好了好了 不要尖叫 不要尖叫 好咯 啊 好了好了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哦 你再尖叫啊别会吓到咯 哈喽 我们来咯 来咯 打扰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品杰妈妈好 健保局编了好多年的预算 就是长照到载医疗的预算 可是牙科的执行率都是里面 早上八点 台大诊监医护人员已开始忙碌 由于这里收治的病人特殊 每天一早就得做好充分准备 随时因应突发状况 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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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亲身安抚 一边快速以束缚板固定住 这里是专为身心障碍 尤其是对认知有困难的人 开设的特需门诊 通常他们都无法在一般诊所看牙 必须由专业团队协助 因为健保是在民国91年的时候 开办身心障碍的牙科的特殊计划 它的特定类别就是随着那个计划 每年的修改 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不过主要的就是第一类的认知障碍 认知障碍包括智能障碍 自闭症 失智的病人 还有精神疾病的病人 那第七类的病人就是肢体障碍 那肢体障碍的话 它本来规定是重度以上的病人 那后来又加入了 就是如果它身心障碍手册是 因为脑脊髓受伤 是中度以上的话 就可以列入这个计划 它是自闭症极重度 因为我的小孩从小 他就没有办法在一般的 牙科诊所看病 那他情绪上面 当他没有办法表达 他要或不要 这些状况的时候 他都是用肢体的 所以打或者严重到咬 他今天的治疗计划 就是我们四科 四科治疵都拔掉 那上面两科会比较简单一点 已经长出来了 比较麻烦是下面两科 那预估手术时间 大概是两个小时左右 一二三 没关系喔 阿深呼吸 爸爸在你旁边 圆圆固定在台大看牙 已经八年 之前只要绑着舒服板 就可治疗 但因为这次要拔四科治疵 必须移到手术室 进行全身麻醉 今天主要处理的问题 是因为他有下额两颗 祖身的治疵 那祖身治疵露出来在口腔 又顶住前面那颗牙齿 那我们怕前面那颗牙齿被蛀掉 所以就是做一个预防性的处理 把治疵拔掉 下面治疵拔掉以后 上面治疵就失去功能嘛 所以我们就是等于四科治疵 就是在全身麻醉下把它都拔除 由麻醉科 儿童牙科 家庭牙科等专科医师 为病人提供专属治疗计划 以往要这些病人看牙非常困难 台大1988年首创以门诊证尽方式做治疗 虽然曾一度因麻醉科医师退休 缩减门诊 但杨医师还是以涂法炼钢 包覆束缚板为他们治疗 儿童牙科其实一直都有在用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 发表了一篇文献 那就是我们让病人包覆束缚板以后 测量他的心律变异 那我们用心律变异一个客观的数值 来看病人的焦虑状态 他在经由束缚板的包覆 有点像我们紧紧抱住你一样 有一个深压绝 然后有帮他稳定心律的功能 所以反而让他会比较稳定 对某些特地身心障碍病人来讲 那妈妈我们今天会做全身麻醉 然后我们会就是让他深呼吸 他可能吸20下他就会睡着 但是那个气体会有一点臭臭 所以一般我们大人吸也会觉得不喜欢 所以他会有一点躁动 详细亲切的解说 过去这些特殊需求者 常因疾病致使就医困难 根本找不到医师 好 我们现在要躺下来了 这边有 这边有 恩义的状况他就是脑麻 而且他是极重度的 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视力障碍 就是他是皮脂盲 所以他的眼睛就是没有办法看见 所以在每次看牙齿的过程当中 他就需要很多的协助 有在其他诊所看过 那通常医生就比较没办法 会有一点点臭臭喔 好乖喔 等一下会有一点点臭臭喔 三呼吸 我们就睡着了 五 六 七 五到二十就好了 九 十 全口治疗的 他应该今天有十几颗牙齿要补助牙 那其实他的父母 其实都对他已经非常尽心尽力地照顾 也照顾得很好 那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 他助牙率就是比较高 那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就安排一次全身麻醉 然后把这十几颗助牙先处理好 由于这些病人通常无法明确表达 一般照顾者很难帮他们 完全做好口腔清洁 因此特别容易发生助牙 就是需要背很多种工具 所以就是比如说要开口气 然后你要各种大小的牙刷 然后还有手动的电动的 反正就是非常的不好清理 因为嘴巴不张开 就是其实别人不太好清理 包括你还要用牙线 其实常常被咬到 像恩义他看牙齿就是 他最不愿意张开嘴巴 可是医生他们就是会 努力地逗他笑 用各种方式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人员都很 很温柔 然后他们很亲切 因为像恩义是特殊小孩 可是他们就会 很亲切地跟他打招呼 然后也会逗他开心 好像让他来到这里 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和安定 特殊需求者牙科 是源自1995年政府推动 身心障碍者牙科医疗发展计划 从最初补助医院设备 而后在医学中心及医院 成立七家示范中心 再陆续扩展至一般医院诊所 不要紧张 你不要紧张 我检查一下就好了 很棒哦 配音很棒哦 哎呀 还是有一些脏脏的地方 阿伯帮你刷刷好不好 勇敢哦 张配音很厉害哦 好了 好了啦 好了好了 不要尖叫 好了 好了好了 好了 没事了 没事了哦 你再尖叫阿伯会吓到咯 你这个地方牙周病很严重 你再丢一点点时间 好啦我知道啦 我知道你不喜欢 好啦不要叫 不要叫 来了 接住了 接住 接住了 哦 接住了 好 接住 接住 秋菊 秋菊 他的手要先做固定哦 他的手是剪刀手 他会突然攻击我们 秋菊来 我们要固定手手咯 秋菊最爱干净了 对不对 医生婆婆今天开始帮你 检查牙齿 顺便做清洁哦 好不好 在花莲的教养院 林毅超医师 每周五固定都会来这里 帮他们治疗牙齿 你们注意到我们有绑手 因为他那个手会乱挥 他是属于脑性麻痹的一种 他有脑性麻痹 那个手没办法替他使唤 所以我们就必须把手固定 所以看这类的孩子 第一个要很有耐心 不能挤 这样会痛痛吗 哇 我们这秋菊好棒棒哦 医生婆婆的身体 有点酸酸的 因为姿势不是很好 早上才在教养院 下午回到诊所 带着牙科所需装备 又急着要到病原家中 林医师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 本身行动不便 虽然稻宅对他体力负担很大 但因为没有人做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 至今还是花莲唯一的稻宅牙医 哈喽 我们来咯 哈喽 我们到了 稻宅就是大概在六七年前嘛 我们是2017年 我们理监事会就 就从健保局那边 得到一份公文 那份公文就是 希望我们能够尽快 突破一个困境 这么困境就是 健保局编了好多年的预算 就是长照道载医疗的预算 可是牙科的执行率都是零 那我本来很天真的以为 就是说 当我们去做了以后呢 那后面的我们这些 牙医师工会的同仁呢 看到这个我们去做 原来没有那么困难啊 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危险啊 一番啊 那我相信其他医师应该很快就会跟上来 结果呢 一年一年时间过去了 结果时间过六七年了 回头一看 没有人跟 所以一直到现在发动地区 还是我们在只有我们在做 真正在做倒载医疗 因为林医师他本身自己门诊的病人非常多 所以他其实自己的门诊时间已经很满了 时间很满 病人又都很多 所以这样子已经很累了 对 那他还要利用就是下班的时间 对 再去挤出时间去做牙科到载医疗的 之所以苦无医师更新 因为这些病人很多是长期卧床 免疫力不好 甚至吞咽困难 治疗过程容易引发呛咳 产生肺炎的风险 因为这些病人大部分都是重症的嘛 通常是植物人 昏迷的病人 或者自己有三管 我们讲三管就是鼻胃管 细切管或者是妙管 这些病人 通常他们吞咽都会有问题的 你在他嘴巴里面放那么多水 帮他洗牙 甚至牙结石都有可能会让他们呛到 他们不会吞到胃里面去 反而不小心就会流到气管 流到气管就是 就会造成这个叫做肺炎 就是吸入性的肺炎 所以叫呛咳 哈喽 我们来咯 来咯 打扰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品杰妈妈好 哈喽 品杰 我来看你咯 特殊需求者的看诊难度高 因此医师都还要在进修相关继续教育学分 才能替他们治疗 再加上看诊过程有许多潜在风险 一般牙医师比较少愿意跨入特殊需求这个领域 我的身体状况是全身不能动 能动的就是头部脖子 脚部的移动 对 然后林医师没有来之前 牙齿就有蛀牙过来的 有痛到就是要吃止痛药 所以那时候没有止痛药真的 就想要去看医生 医生也不好排 而且我有带呼吸器 他们都不太敢用 因为我儿子很特别 他很喜欢吃东西 可是你要顾到牙齿这块 又必须要很认真 那还好有林医师这样子愿意付出 然后到宰服务 我们这块减轻我们很多的那个不担 十年前发生意外 造成品节脊髓损伤 尽管林医师单靠一只脚 还要踩踏板 实在难以支撑 长时间如此弯腰看诊 但林医师依旧坚持初衷 我觉得他很了不起的一点是 就是像到宰 其实是蛮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是在整建的话 其实环境相对舒适很多 然后设备又齐全 那如果说是到宰服务的话 本身其实就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然后再加上林医师本身 因为他行动不方便 可是他有这样的毅力 然后跟这样的爱心 我觉得很了不起 为病人解决病痛 帮助不易取得医疗资源的人 林医超在念大学时 经常跟着学校的一整队到偏乡服务 毕业后还与志同道合的朋友 成立中华牙医服务团 到坎雅 尼泊尔 印度 缅甸的 从事海外医疹服务 我很奇怪 就是你在诊所工作有钱赚 可是你不会快乐 我今天不管收入几万块 或者几十万块 我不会快乐 可是我修整一个礼拜 两礼拜 你好像觉得我们牺牲了很多 但是两个礼拜回来 或一个礼拜回来以后 我们内心是充实的 是快乐的 回来好像又出去充电了一样 我们就觉得 我生活很有意义 我觉得我这个人有价值 怀抱热情奉献 看见不一样的需要 特殊牙科门诊 还好有这些热血医师投入 才能让这些特殊需求者 获得适当医疗权利 让他们不只得到健康 也能感受到温暖与关怀 特殊患者不一样的需求 需要更多政策支持 以及医护人员的投入 希望他们都被同理 受到妥善的照顾 谢谢您收看 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是陈婷玉 她是因你 我们下次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